解脱 这种果报会进到地狱中 一间黑暗无光的屋子里 许多劫都不得解脱 所以毁谤佛法 阻碍别人学佛 他就会堕落这种痛苦 但是他现在就有这个观念 因为你要办法会 别人阻碍你 不让你办 等等等等 都有可能 我们心里要 慈悲地为他念这尊佛 来 那么不空见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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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 那么保悦佛 以身语意自成 顶礼保悦佛 就能够从取用 身解财物的果报中解脱 无论是寺院的东西 或是深重的东西 你心中想要用 或者尽自取走 就是取用身解财物 这样的果报 会感得在地狱中 被融化同意 主废身体的苦 太苦了 在地狱中被融化同意 主废身体 因为偷到身解物 我们为他们念 那么保悦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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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 那么无构佛 自行鼎礼 这尊佛 能从殴打他人的果报中解脱 打人的果报 是深到地狱中 一个融化的铁翼容器中 火一直燃烧着融化的铁 所以热度很高 在这个容器中 罪人被一个由融铁做成的桩 不断垂打 所以打人的果报 就在这个容器烧热了 丢在里面又痛 然后上面又有人在捶他 来 那么无构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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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各位今天 受八万在戒 阿弥陀佛的加持 我们一念 造成这样一眼 这已经在受苦了 就很多可以离苦 第十二 那么勇施佛 顶礼勇施佛能从杀人或杀 譬如畜生等其他众生的果报中解脱 杀生的果报是身在充满融铁的地狱中 被铁鹰杀死 那么勇施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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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各位你要观想 既然讲出这种杀生的果报 这么痛苦 我们马上升起悲心 那为他念诵的时候 他那个铁的热的 马上变成冰的 他那个锤子马上变成莲花 然后呢 他马上就脱离痛苦 又往生净土 那么勇施佛 你要这样观修 对自己有悲心 又能够消自己的恶业 也可以帮助众生 第十三 那么敬行佛 鼎礼敬行佛 能从欺虎诈骗的果报中解脱 讲一些让人信以为真的话 但事实上是骗人的 或者自己没有某些内政的功德或条件 却骗人有这些条件和功德 欺骗的果报会生在嚎叫地狱中 被热炭火燃烧 因为这种难以忍受的痛苦而嚎叫 所以称为嚎叫地狱 那现在莫凡很多邪师啊 或者在家居士也有啊 展现一些特殊能力 他目的呢 就是要骗钱啊 他要得到人家的供养 他可以过很好的生活 然后太多了 但是各位生起悲心 为他们念 那很多人为什么去信他呢 明明有正法 他怎么要听他的呢 因为这些人过去造了一个供业 他只能听邪法 听邪法很有信心 只要听正法 听不下去 看到出家人 也不喜欢 所以他们有这个业 都要为他们念 来 那么 那么 进行佛,南无进行佛,南无进行佛。 十四,南无梵师佛, 鼎礼梵师佛能从挑拨离间的果报中解脱, 挑拨离间是指把好的讲成坏的, 坏的讲成好的, 这个果报会投身到地狱中, 感受身体被燃烧, 嘴巴被灌入金属液体的苦果。 两舌挑拨离间, 就像各位现在的社会在搞贤举, 什么叫贤举? 就骂对方就对了, 对方不好, 讲对方的八卦, 让自己选得上, 所以很可惜他们都在造这个业, 那你听到了你要生起悲心, 替他们念,来, 南无梵师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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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消除自己的业, 更帮助众生消业, 所以拜八十八佛, 自他恶利, 变成一种菩提心的拜佛, 十五, 南无梵师佛, 南无梵师佛, 听力水王佛, 能从夺取父母, 上师或其他众生衣物的果报中解脱, 衣物贩使别人穿的衣服或鞋子等等, 果报是深到寒冰地狱, 那种寒冷是无法忍受的, 动到身体都肿起来, 不满水泡, 所以各位观想北极, 阿拉斯加恒天碧役, 那些恶鬼道, 冻了皮肤都裂开了, 因为他们过去偷取了三宝, 或是众生的衣服的果报, 来, 南无水王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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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六, 南无水天佛, 顶礼水天佛, 能从抢夺他人食物和财宝的果报中解脱, 这个恶报是身为恶鬼, 嘴巴不仅会像碳一样燃烧, 任何食物一旦入口, 也会烧起来, 无法下咽, 即使下咽, 食物还是会在腹中燃烧, 那就所谓的咽口鬼, 这些可怜的恶鬼道, 来, 南无水天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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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别人在抢夺财物, 那各位要为他们念, 因为他们现在可能抢到了, 可能也被警察抓了, 但是问如何将来这个果报都还在了, 第十七, 那么贤吉祥佛, 顶礼贤吉祥佛能够从夺取他人妻子的果报中解脱, 这个果报是生在极其污浊的泥浆中被刀宰割, 那么贤吉祥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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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八, 那么张谈吉祥佛, 顶礼张谈功德佛, 可以从纷争和战乱的果报中解脱, 引起别人纷争或战争的果报, 会升到阿修罗天, 阿修罗天算是善道, 但由于好战, 所以生命结束后, 会再投生到地狱中受苦, 所以有些人在斗争, 甚至国与国之间在战争, 就类似现在北朝鲜这样, 他觉得这样, 大家都很怕打仗, 甚至用武力威胁别人, 现在的国家不是光讲经济, 他们看谁武力强, 所以造成一种威胁, 我们被威胁的人也是过去造这个业, 我们要忏悔, 多念这个佛, 也念这个佛回向给对方, 希望没有这个战争对立, 来, 那么沾谈吉祥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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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九, 那么无量微德佛, 皈依顶立无量微德佛的功德, 是可以从杀自己亲兄弟或朋友的恶果中解脱, 一, 这个果报会升到寒热地狱中, 在那里寒冰和极热地狱轮流交替, 在寒冰地狱中冷得及忍受, 希望能够温暖一点时, 马上升到火热地狱, 遭受炙热之苦, 二, 等到热到受不了, 希望能够凉爽一点, 又会升到寒冰地狱, 就是如此不停地受着极寒极热交替的苦, 你伤害了或杀了你最亲近的人, 你的兄弟或是你的好朋友为了钱翻脸, 那你就会变成这种寒冰热交替的痛苦, 一下火热地狱, 一下寒冰地狱, 这样才受苦, 所以我想各位, 人在这个世间总会有交际关系, 但是无论如何对方不好, 或是跟你意见不一样, 不要, 不要跟他吵架, 默默地回向给他, 不要一段时间不跟他讲话都没关系, 至少不能暴力, 所以念一下, 那么无量为得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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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诗, 那么光吉祥佛, 鼎礼这尊佛的功德, 是能从杀身或跨过佛像经典的恶果中解脱, 如果因为无知而犯, 罪业轻一点, 但还是有罪业, 这个果报是生到地狱中, 被融化的金属炸的全身通红, 而且坚硬如岩石, 这是非常痛苦的, 所以各位, 你桌上摆着经典, 你千万不要把衣服放上面, 便当放上面, 甚至, 因为现在搬佛经搬来搬去, 你很容易就跨过去, 跨过去, 甚至各位参加法会, 普团嘛, 佛经就放在那边, 人就走过去, 也会跨过去, 都会造这个业, 所以他们现在就会贴一个咒语在里面, 跨佛像众, 至少就算跨过去也不会造业, 我们帮他们念, 来, 那么光吉祥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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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那么无忧吉祥佛, 顶礼无忧吉祥佛的功德, 是从侮辱上师, 阿瑟黎或师兄弟等的果报中解脱, 这果报是生在恶臭异常的淤泥湖中, 对师父啊, 特别出家人跟出家人也会吵架, 大家理念不合啊, 所以故意就去侮辱对方了, 所以愿一切和和, 来, 那么无忧吉祥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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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那么那罗言佛, 顶礼那罗言佛的功德, 是从说谎漫骂的果报中解脱, 所谓漫骂就是恶口, 说谎和恶口的果报, 使舌头变得非常长, 被溶铁之火燃烧, 虽然已经承受这些痛苦, 但被燃烧的舌头上, 还沾着100油群的铁, 100油群就是40公里乘以100, 你看那个舌头多痛苦, 那舌头变得很大, 说谎恶口的果报, 来, 南无纳罗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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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花吉祥佛, 顶礼这尊佛能够从欺诈的果报中解脱, 欺诈的果报是升到满地式刀轮的地狱中, 不断地被刀轮砍成碎片而死, 死后又生在同一地狱, 再被砍死, 生生世世的要经历很久的时间, 直到夜报结束才能结束。 现在的社会很容易犯这种事, 为了赚钱黑心的东西, 骗来骗去, 甚至诈骗集团跑到海外去诈骗, 那边骗这边, 那边骗这边, 随着这种欺诈的果报, 身体被砍成一段一段, 所以我们为他们念, 希望正在犯欺诈业者, 乃至已经造业, 乃至想造业的都赶快净化掉, 以造业受苦了, 更超度他们, 来, 南无花吉祥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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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各位呢, 佛经教我们发菩提心, 深信因果读诵大乘就这个意思, 所以我们为众生, 然后我们自己看他又绝对不敢, 而且为他们读, 劝他们也读, 也超度他们, 这就是发菩提心的念佛法门, 第二十四, 南无, 梵彭, 梵光, 游戒, 神通佛, 禀梵光, 游戒, 神通佛, 能从伤害众生的过报中解脱, 一, 这里说,